大家好,我是小小,今天带来一个男子注射神秘液体,具有了隐形能力,对女同事为所欲为的故事。 凯恩博士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天才科学家,他在军方授权下领导一个科研小组,秘密进行着生物隐形技术的研发。 他们已经完成了动物隐形技术,但迟迟没有找到隐形复原的办法。 一天,凯恩灵感扎线,研制了全新配方的复原药水,并在已迹隐形的大猩猩身上做了试验。 试验结果非常成功,隐形的大猩猩完美复原了,众人十分高兴。 但第二天,凯恩在向军方报告时并没有说出研制出复原药水的事情,他担心军方知道实验进度后会接手整个项目。 凯恩想瞒着军方秘密进行了人类隐形试验,随后他带着小队成员用自己做实验的对象注入了隐形药水。 尽管隐形的过程十分痛苦,但还是成功了,凯恩变成了隐形人,只有通过热感眼镜才能看到。 按计划,试验要观察三天才能复原。 凯恩在进入隐形模式后,原本保守的他却释放了天性,他会趁女同事夜班睡觉之时偷偷解开对方的衣服,或者尾随女同事去洗手间。 这种恶作剧让女同事们苦不堪言。 他还不断去骚扰前女友兼同事Linda,想和她复合。 但Linda已经和实验室的助手在一起了,果断拒绝了她。 在成功隐形了三天后,大家开始按计划给凯恩复原。 没想到,在大猩猩身上成功的复原药水,在人的身上却产生了排斥。 最后,实验失败了,凯恩没有复原成功,反而显现丧命。 Linda他们只能先把凯恩安置在实验室,然后加快研制新的复原药水。 为了让隐形的凯恩能更好地和大家沟通,他们给他制定了面罩和手套。 但长时间的隐形破坏了凯恩的大脑思维,使他暴躁、易怒,更无法忍受自己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这里。 他违反制度偷跑回自己的公寓。 凯恩看到对面楼里的女孩子在换衣服,这时他体内压抑的邪恶和欲望被释放了出来。 他脱掉面罩和手套来到女孩家里,并利用自己隐形的能力对女孩子做了龌龊的事情。 然后像没事人一样回到了实验室。 琳达警告他不要到处乱跑,不然就把这一切告诉军方。 但已经尝到隐身甜头的凯恩,根本无法按耐住自己骚动的心。 他在监视器上做了手脚后,溜出实验室,去了琳达的家。 当他看到琳达和助手亲密时,一怒之下打破了玻璃。 琳达十分警觉,马上给实验室的值班人员打了电话。 但值班人员告诉琳达,从监视器里一直都能看到凯恩,他没有离开过。 琳达总觉得有些不对,他来到实验室,发现监视器上显示的热能人影,只是凯恩反复播放的录像,凯恩早已经离开了这里。 琳达明白,现在的局面已经失控,于是他来到军方负责人的家中,坦白了他们的全部错误。 负责人表示,会立刻向上级报告,但凯恩尾随琳达知道了一切,在他走后杀死了负责人。 他知道,阻止琳达他们向军方在报告的唯一的方法,就是杀死所有知情人。 于是凯恩返回基地,切断所有通讯线路,修改了出入的密码,使任何人都无法离开基地。 又利用隐身优势偷袭杀死了一个又一个落单的队员。 最后,只剩下琳达和他男友。 凯恩将琳达男友击伤,并将二人锁在冷库,打算冻死他们。 琳达临危不乱,利用冷库零件制作了吸力极强的电磁铁,拉开了外面的门栓,带着昏迷的男友跑了出来。 他找到凯恩,又灭火器烧伤了他,但凯恩迅速绕到琳达背后,毫不留情地将他打倒。 这时,琳达男友苏醒后赶了过来,他将凯恩击倒在配电箱上,触电致使凯恩陷出了人形。 随后两人发现,歹毒的凯恩设定了定时炸弹,此时电梯已坏,他们只能通过维修梯爬出去。 没想到,凯恩却没有死,他尾随而至,抓住琳达的脚将他拽了下来。 凯恩想在临死之前和琳达吻别,琳达假装答应, 他趁机将他踢下电梯,让凯恩坠入了火海。 最后,琳达和男友终于安全地逃了出来。 这个故事来自美国科幻惊悚电影《透明人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。 喜欢我的亲,不要忘记关注我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